不过莱猪都还没有正式进口台湾 在高雄就惊传 有店家以使用国产猪肉为理由 想要借机涨价 涨价的消息一传出 引发了很多民众的不满 不少人就质疑了 之前使用的也是国产猪肉 如今涨价根本就是随便找理由 不想要再去消费了 对此业者澄清 他们之前使用的是合格的加拿大进口猪肉 如今是为了食安才改用台湾猪 用物料价格上涨 商品才会跟着涨价 不过未来三年 他们不会再调涨了 一盘盘猪肉炒饭热腾腾出炉 随着美猪即将开放进口 就怕消费者有疑虑 商家纷纷贴出国产猪肉标章 但高雄金川有一家餐馆 以使用国产猪肉为由借机涨价 这家位于南子区的泰式餐厅 在网上发布涨价的通知 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旧有人认为是市场机制 但也有人质疑 之前使用的也是国产猪肉 为什么要涨价 还说要拒吃 直呼根本是随便招礼 有太过分 而民众则吃不同看法 我觉得合理的涨价是合理接受 至少它是有公信力的 呃 标示出来 那对我来说是 食安上面也是有安全的 对此商家澄清 之前店里使用的是 加拿大进口猪肉 如今为了让顾客吃的更安心 改用国产猪 原物料便贵商品才会跟着涨 其实我的出发点就是 至少吃起来不要有争议 安心 加拿大的部分大约是115 台湾猪的部分是1公斤150 价差差35元 我这次调涨完之后 三年我都不涨价 知识商家为了食品安全 做出改变连带调整价格 原是好意却意外引发反弹 只能解释再解释 并承诺三年不涨价 希望多个小千可以吃的更安心 介绍最远高雄产报导 也得我想再解释